當你的攝影技巧來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呢 想要提升你的畫面或者是風格的時候呢 就一定會碰到濾鏡喔 今天我們來介紹三種我最常使用的濾鏡 來提升我的畫面 那我們就開始吧 嘿大家好我是Gar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邊將不例行介紹一些跟電影、攝影還有器材的分享 歡迎訂閱喔 今天的主題呢 不管是動態的錄影還是平面的攝影 通通都適用喔 我最常用的三種濾鏡呢 當中第一名呢是ND減光鏡 第二名呢是Mr.Block 黑樓膠濾鏡 第三名呢就是CPL偏光鏡 然後我不太會去用那種太過加工的濾鏡 像是西芒鏡 或者是有拉絲光暈那種效果很強烈的濾鏡 黑樓膠的加工呢對我來說已經是極限了 再來呢我就會去後製來做了 首先來說我最常用的ND減光鏡 如果你是錄影居多 而且又有戶外拍攝的機會呢 我強烈建議你一定要準備一組ND減光鏡 或者是一片VND可調減光鏡 在平面攝影中呢 減光鏡最常被用在就是要延長快門的曝光時間 像是你要拍出瀑布跟河流那種很綿密的 揉順感的時候呢就會需要用到 或者是在城市的夜景當中 你需要把車燈拍出那種 拖曳的光暈線條呢 也會需要減光鏡 他能夠將快門速度降到十分之一 二分之一 甚至是好幾秒鐘 那你的曝光呢也不會爆掉 這個就是減光鏡的功能之一 在動態錄影上呢 我用減光鏡的用途就是要維持適當的動態模糊 除了運動啊 賽事這種競技類的影片之外呢 其他影片我都會希望有一定的動態模糊 像是劇情類的影片呢我會希望是24fps 那快門呢就是用1.25或者是1.50 如果是其他一般的紀錄類型呢 那我會希望影片是30或者是60fps 那快門呢也會一樣調到就是大概1.60左右 但是像這種低於1.60的快門下呢 像這支影片 我要維持動態模糊 快門是1.50 又要使用大光圈維持漂亮的景深 例如F2.8 那這種畫面在白天的戶外呢絕對是會過曝爆掉 即便你是使用ISO10-100也是一樣 這時呢我就會使用VND可調減光鏡來減少進光量 那這樣就能夠獲得我要的動態模糊以及前景深 一樣是減光鏡 可是VND卻多了一個好處 就是可調減光的檔位 像在戶外拍攝有的時候陽光很大 有的時候陽光又被雲朵遮住 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依據環境的變化呢 去調整ND的檔位 適時做出調整喔 有時候我們去外面錄影拍攝 忘記帶減光鏡 那這個時候攝影師呢可能會把快門 調到1千分之一或者是2千分之一 雖然是得到了把光線抑制的效果 可是呢你的動態模糊幾乎都消失了 那個畫面看起來就是會覺得怪怪的 每一格都會非常的銳利清晰 那你暫停來看的話呢就是完全沒有的動態模糊的那種效果 所以檢光鏡一定要記得 只要是外出拍攝呢一定要戴 這樣子你才會得到漂亮的動態模糊 再來是第二個 黑樓焦濾鏡 它能柔化畫面中的高光部分 並降低暗部的對比 使畫面更加柔和 帶有一點朦朧的美感 同時保留一定的銳利度 某些時候呢能夠遮蔽一些不良的細節 例如model或者是演員的皮膚狀況呢會得到一定的改善 如果你要增加畫面的氛圍或者是加一些情緒的渲染 那黑樓焦非常的好用喔 再來是最後一個 CPL偏光鏡 它能夠消除過多的反射光線 你一定在拍攝的時候遇到類似狀況 像是拍攝櫥窗內的物品 或者是拍攝水裡的魚 或是車窗裡面的人 結果畫面是一片的反射 完全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這時你只要裝上CPL偏光鏡 並且轉動前面的環 在某個角度呢就能夠發現你的反射被消除了 或者是變得比較輕微 那它還有一個用途就是可以消除空氣中的水氣 以及粉塵的反射 使天空更加的藍 雲朵的層次更細膩 或者是綠葉鮮花更加鮮豔 可能會有人想問要買什麼樣的品牌的濾鏡呢 依據品牌的不同 這個價差會有好幾倍 甚至十倍以上的價差 那我強烈建議千萬不要買過於便宜的濾鏡 像是77mm的VND 它只賣你1000元 甚至是1000以下 這種千萬不要買 因為它可能會有嚴重的射偏 或者是會有暗角 那你以為你的相機是不是出了問題 真的要推薦的話呢 我都會推像是台灣製造的STC 或者是Sunpower 或者是Nissi的True Color系列 或者是B&W 或是Tiffen 這些我都非常的推薦 它們的品質都很好 那想要便宜一點呢 可以像是買 Marumi 或者是Kanko系列 他們都還有不錯的品質 這些我都使用過 那同一個品牌當中呢 也有 等級之分 像是Sunpower裡面 就有TOP1跟TOP2 那如果你要顧及品質的話呢 那就是選TOP1系列就對了 額外補充一點喔 如果你有多顆鏡頭 而且每顆鏡頭的濾鏡口徑都不一樣的時候呢 你不一定要每個口徑都買一組濾鏡 那個會花很多錢 你可以只買這些鏡頭當中 最大口徑的那個濾鏡就好 比如說71米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轉接環呢 把77mm的口徑 轉成 其他任何更小的一個口徑 比如說72 67 或者是55 一個轉接環頂多一兩百塊 你只要多花幾百塊錢呢 就可以讓你所有的鏡頭 都享受到濾鏡的好處喔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你 那也請訂閱我的頻道 協助我持續創作更多優質影片 那我們下回再見 掰 也是 剛好 сожалению